最近应该常听到吧 这是台湾20年来最危险的时候 中共军演封锁台湾 战争可能已出现吧 你害怕吗 说真的 我很怕 毕竟乌克兰已经为我们掩饰过了战争的残酷 虽然很多人说他们只是放话而已 在那叫什么 但是 你见过保证绝对不会咬人的猛兽吗 而且你知道吗 20年前的台海危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老一辈的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都还会面肉恐色吗 真相是否又真如媒体所说 国军在当时毫无作为 而是单纯靠着美军开来的两艘航空母舰 就化解了当时的危机 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吧